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过登街了 我现在要准备去画那个馒头罗 这个馒头罗就是尼泊尔的佛教风格的馒头罗 大家看看,画好了后这个馒头罗会很漂亮 今天主要是我们要给自己身体和身心要朝拜的 所以我们这个节日呢,这个登街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所以今天我们要过这个登街的朝拜自己的身心的节日的过节 那我去画馒头罗了,大家看看这个馒头罗会不会好看呢 那我来讲的唐人 我来讲的 contexto让你来讲的 词词词词 词词词词 词词词 词词词 我们要讲的啊 咱们呀 好,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那个天然的石头粉 1个 我们的征典只有一年一吃,每年十月不要过的 那大家看看我花的馒头楼好不好看 好,拍好了 好,那大家好好看 一二三 哇哦 好,大家怎么样,花的好看吗 好,欢迎有机会到尼泊尔来,跟我们一起过灯戒 欢迎大家来尼泊尔,谢谢 好,那花完这个馒头楼呢 我们这个馒头楼就是代表我们的身体 那它里面的花都是代表我们的性,还有那个一些那个,呃,就说,要精化自己的身心 所以呢,它里面还要放一些东西,这个就说,泡米 那这个泡米是,要画一个泡米的一圈 那这个泡米一圈就代表那个,神口医的那个身体的,身体的精化 所以这样就放,所以这样就放,那我是用筷子,筷子这个很方便 过得了的 好,这样放 好,这这个就是代表那个,生口医的精化 这个就是代表那个,生口医的精化 要不要放一圈 画完这个馒头楼就完美了 还有中间有放一些花 那这个馒头楼好漂亮哦 那中间有三圈